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日前在发售会上表示,半导体库存在第三季正在持续减少。 然而由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状况持续疲软,且需求复苏缓慢,客户对库存控制仍持谨慎态度。 因此,公司预计第四季度库存消化将持续。 不过,台积电也观察到个人电脑和手机市场需求稳定的一些早期迹象, 并且有客户下集单给公司以满足其近期需求, 这让公司发现客户的库存水位已经变得更加健康。 尽管未来库存的调整可能还会在第四季度继续,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健康的水平了。 值得重点注意的是,随着下游需求的逐渐回暖, 晶圆代工行业的量价关系也在进一步在发生变化。 以台积电为例,据台媒报道,受益于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的旺盛需求, 台积电近期已向多家客户释出2024年代工报价策略。 其中,7奈米以下代工报价将再涨3%至6%,16奈米以上则大多维稳。 尽管台积电上调代工报价,但有业内人士表示, 辉达、联发科、AMD等多家大厂已愿意接受涨幅。 除了台积电外,业内包括联电、B机电、世界先进也发表了对未来行情的看法。 其中,联电在第三季实现营售为570.68亿元,环比增长1.37%。 联电表示,第四季度公司已经看到,计算机与通讯领域短期需求逐渐回温, 预期明年公司产能利用率与晶圆出货量将逐年成长。 B机电第三季实现营售为104.02亿元,环比略有下滑。 B机电总经理指出,目前供应链库存已降到合理水位, 且先前试矿平淡的手机用驱动、IC、监视系统用的SYS近期已出现订单回流迹象。 世界先进第三季营售为105.57亿元,环比增长7.13%。 公司表示,虽然在第三季,公司出货量实现计增4%至6%, 但市场终端需求目前仍疲软。 公司订单能见度目前仅为约两个月,产能利用率在60%左右。 预期最快要在2024年第二季市况回升之后, 产能利用率才有机会显著提升。 而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看,自2021年12月,半导体销售额达到峰值以来, 此轮下行周期已持续较长时间。 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充分调整后,在2023年第二季度,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及大厂财务指标均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。 截至2023年8月,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已连续6个月实现环比增长, 说明半导体景气回升或已接近破晓时分。 对此,台积电表示,随着个人电脑和手机这两个占比最大份额市场的逐步稳定, 说明半导体市场目前已经非常接近底部。 2024年将是非常稳健的一年,公司也将在该年度实现更健康的增长。 从中长期来看,随着高效能运算、HPC应用晶片需求强劲以及5G、电动车等晶片用量提升, 公司维持在2021至2026营收CAGR保持在15%至20%之间的增长预期。 而随着晶圆代工龙头业务的增长,根据ICinsight的数据, 全球晶圆代工行业市场规模到2025年有望达到1512亿美元。 2021至2025CAGR将达到11%,中长期晶圆代工业营收依然成长可期。 台积电海外晶圆厂,日本雄本厂将于2024年底量产, 渴望带动雄本,成为日本半导体重镇。 因应未来发展,日本官员及学者来台取经, 前往台积电中科晶圆食物厂及新竹科学园区参访, 了解台积电如何实践绿色制造及考察科学园区环境。 台积电11月正时,日本官员及学者组成的参访团于8月来台, 前往台积电位于中科的晶圆食物厂参访, 了解台积电水管理及空气污染防治等环保相关作为。 台积电雄本厂已于10月开始移入设备, 并批用约800名当地员工, 其中多数员工被安排到台湾累计实际经验。 雄本厂规划采用12奈米、16奈米、22奈米及28奈米制成技术, 与台积电晶圆食物厂生产6奈米、7奈米、10奈米、22奈米及28奈米相近。 据台积电永续报告书指出, 水管理一方面落实日常节水与缺水调试, 降低单位产品用水量, 另方面拓展多元水资源, 发展再生水技术, 并落实制成节水与再生水利用, 同时还开发防治技术, 提升水污染防治处理效能。 台积电透过提升系统产水率, 增加厂物废水回收, 降低系统排水损失及厂物系统用水减量节水。 2022年总回收水量达2.157亿立方公尺, 平均制成用水回收率85.7%。 为落实废水资源化管理, 台积电从源头管理, 建立38种分流系统, 一制成废水成分与浓度, 分别致不同系统加以处理, 回收再利用。 台积电雄本厂将规划超过30种废水分流系统, 用水回收率75%以上。 至于空气污染防治方面, 台积电采用最佳格型技术处理, 营运产生的污染, 并利用双轨管理, 搭配备源系统及多种污染物监测仪, 执行参数变更管理, 确保防治设备正常运作, 避免异常事件发生。 日本参访团也前往逐客管理局参访。 据管理局表示, 参访团主要关心逐客的环境、 交通、宿舍、 公共设施和污水处理程序等。 另据知情政府官员透露, 日本将在额外预算中拨款近2兆日元折合133亿美元, 以提高其在国内半导体制造能力和保障半导体安全。 匿名知情人士称, 其中约7600亿日元将作为支持晶片大规模生产的基金, 这些资金或将用于支持台积电在日本雄本市的第二家工厂。 约6400亿日元将用于另一项基金, 以支持尖端晶片的研究。 这笔资金或将用于日本本土晶片企业Rapidus。 此外,大约5700亿日元将划拨给一个单独的基金, 以增强对日本晶片的稳定供应。 日本迄今为止, 承诺的晶片援助, 包括为位于雄本的第一家台积电工厂, 提供4760亿日元的援助。 该工厂将于2024年底开始生产, 为Rapidus提供3300亿日元的补贴。 该工厂的目标是到2027年开始, 大规模生产2奈米罗际晶片。 知情人士补充称, 日本内阁于11月中旬批准额外预算, 预算金额或有变化。 日本正在大局之初, 已重振其晶片行业, 目标是到2030年将国产半导体的销售额增加两倍, 达到15兆日元以上。 在地缘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, 各国正在竞相重建和扩大供应链, 并通过出口管制和补贴 与盟友合作开发尖端晶片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一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